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又有跑馬了 變成了星期三跑 我先祝大家身體健康,錄馬精神 因為現在是飛上時期,每個人都躲在家 我上個星期跑,我選了口媽寶,就失敗了 第七口媽寶,就是一號八號,十一號十二號 其中應該是八號,好像是跑第二 跑第二都是沒用的,因為過不了頭關就是沒用的 就算是尾關,十二號那天的穆萊乃那隻都是不頂的 就是全關寬目,這裡就是輸了三十元 我計算過了,因為我這次是第八次拍片 前面是七次,七次有六次買馬布 有一次是讀印和維治那關 總共六次是一百八十元,總共是一百八十元,總共是二百三十元的投注 但是我中間也有贏過的,所以第一次聽朋友可能不知道了,OK? 我這裡已經寫好了,總共贏過二百零四元,到目前為止 就是輸了二十六元,我之前也有說,因為我到媽寶就最緊要穩固 有得玩的,有時候又要講運氣,因為那天我才講一講 那我選了兩口媽寶,那一口又第七口,另外一口又第八口 那我就給了第七口,那怎知就是失敗了 反而我第八口,第八口你會見到我是有買的 前面買二號八號十二號,OK? 那尾關就是八號,我之前填好了票也是買三十元的 那我後來排隊的時候,買了票之後再加多一點 那我後來呢,就是再加多每駐三十元的 那就變了,總共買了四十元,一口媽寶就變了四十元 那這口媽寶呢,我叫做幸運 那就是派二百零七個五號,OK? 就是頭關是二號,尾關是八號 那我即時呢,就是中大概是四百幾 四百二十幾,是吧?七四二,是吧? 那我就還沒收錢了,因為馬會今天還沒開,明天才開 那我想說一點就是,因為呢,有時候買馬呢 就是,好像對上那次就說,圍住過關那次呢,我就看不到馬寶 那有時候呢,我就會是看到的,看到幾口媽寶OK的,那我就會選 那那上那次呢,就選了第七,因為我不想你說馬後跑了,所以我把那些票就放進去 OK?就沒有花沒有價的,那你會見到我是,第八口媽寶,右手邊第二張那張呢,就是十元主的 那我後面想一下,排隊那時候想一下,啊,這口媽寶好像OK的,那我稍後再加多三十元的 OK?那有時候呢,就是講運氣的,那就算這一次跑馬呢,又是啦 我就選了有幾口媽寶的,有第一口,第四口,還有第七口媽寶 那我就,我呢,就暫時呢,就抽了第一口媽寶給你們,OK?那我稍後呢,就講一講 那但是呢,第一口媽寶呢,我平時呢,就是選三隻的,實際上呢,我這次,這三口媽寶呢,我都選不出手,說選三隻 因為我覺得都是,還會多一隻機會的,那好像第一場呢,那我就選了,是有四號,五號,八號,九號 那先講講,四號呢,就是潘頓的,叫八俊的,那隻馬呢,就OK的,我覺得,因為,而且他是五歲馬啦 上次潘明輝騎呢,就是輸四分三馬位,很近的,那但是那次呢,就是一千米啦 那這次呢,就是改成一千二米,可能這隻馬,可能更對的,那唯一一個缺點呢,他就是第十檔 那以潘頓的技術呢,應該OK的,那他的賠率可能就不高的,只是,我現在看到的賠率就是四倍,四點八,OK? 那接著呢,我就覺得,比較大機會呢,就是金剛獸,我也挺喜歡的,因為呢,起碼是,金剛獸呢,上次已經贏了一次的了 那如果他越冷,就更加好,那現在就六點四,都OK的,就是有少少分頭的,那我會相信他 那第三隻呢,我就會選擇那隻雷霆導彈,那那個賠詐搖旗的,那他那個都是6.1,都OK的 那我就很怕這裏呢,就是,莫雷拉那隻,偉達馬火,那偉達現在很肯薄的 那他而且是第五檔,那叫喜斌騰,那我就說呢,這次呢,就改一改了,不是選三隻,頭關是選四隻,希望呢,中的機會率大一點 那至於,至於尾關呢,我就會選了,那隻叫,叫,開心好友 因為我上次買那口媽寶呢,就是,溫少律騎的,那他是過關的 那我們呢,那次呢,就是,我記得呢,就是收到安慰獎,就不是籍獎的 那就,因為那次,開心好友呢,就是,蘇兆輝騎啦,那他的牌檔是11檔 我那時候就擔心他就是這樣,但是我都有選他的,那他那次呢,就是7.8倍 那這次呢,就是,蘇兆輝走了,就變成了賀宅玉騎 那我仍然買他,為什麼呢,因為這次是排第一檔 那他的排第一檔的話呢,如果賀宅玉騎都好的話呢,會省力 OK,就怕就說是坐博士的,如果不是的話呢,這隻馬呢,應該有機會的 那這口媽寶呢,又是啦,分頭就不會高的了 即是,如果你買10元的話呢,總共投注40元 那可能,只有8多元,鬆一點,這口媽寶 那我就不是說很建議買重去的,那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心水OK的 你可以買多一點,但是我不是很建議一下,玩玩一下一下,OK 就是這麼多,祝大家好運 那就是,第一口媽寶,畫面那裏可以看到了,4號,頭關是4號,5號,8號,9號,尾關呢,就是6號,你不懂買馬都不要緊的了,你按住我這個去買就可以了,OK 再說啦,我就是10元的,如果你自己適合心水的,你想加多一點就是你自己的事 好了,祝大家好玩,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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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